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有人爱逛百货公司 有人爱逛书店 我宁可去逛逛菜市 看看生鸡活鸭 新鲜水灵的瓜菜 通红的辣椒 热热闹闹 挨挨挤挤 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汪曾祺先生的做饭 今天晚上要和大家 分享一篇三毛的文章 很奇怪 每次看他的书 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就好像 我们已经认识了好久 这篇文章有些伤感 是在赫熙去世之后 三毛写下的 名字叫做 爱有多深 牵挂和不舍 便有多长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节目 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 搜索添加 静波频道 一年多前 有份刊物 逐我写稿 题目 已经指定了出来 如果你 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你将会去做些什么事 我想了很久 一直没有去答这份考卷 何希听说了这件事 也曾好奇地问过我 你会去做些什么呢 当时 我正在厨房揉面 我举起沾满白粉的手 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慢慢地说 傻子 我不会死的 因为还得给你做饺子呢 说完这句话 何希的眼睛突然朦胧起来 他的手臂从我身后绕上来抱着我 直到饺子上桌了 才放开 哎 你神经了 我笑着问他 他的眼睛又突然一红 也笑了笑 这才一声不响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以后 我又想到过这份欠稿 我的答案 仍是那么简单而固执 我要守住我的家 护住我的丈夫 一个有责任的人 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 虽然 欲知死期 是我喜欢那种生命结束的方式 可是 我仍然拒绝死亡 在这世上 有三个与我个人死亡 牢牢相连的生命 那便是父亲 母亲 还有何希 如果他们其中任何一个 在世上还活着一日 我便不可以死 连神也不能将我拿去 因为 我不肯 而神 也明白 前一阵 在深夜里与父母谈话 我突然说 如果 选择了自己 结束生命的这条路 你们也要想得明白 因为在我 那将是一个更幸福的归宿 母亲听了这话 眼泪蹦了出来 她不敢说一句刺激我的话 只是一遍又一遍 喃喃喃地说 你再试试 再试试活下去 不是不给你选择 可是 可是 请求你 再试一次 父亲便不同了 他坐在暗淡的灯光下 语气几乎已经失去了控制 他说 你讲这样无情的话 便是叫爸爸生活在地狱里 因为 你今天既然已经说了出来 使我 这个做父亲的人 日日要活在恐惧里 不晓得哪一天 我会突然失去我的女儿 如果 如果你敢做出这样毁灭自己生命的事 那么 你便是我的仇人 我不但今生要与你为仇 我世世代代都要与你为仇 因为 因为是你 你杀死了 杀死了我最最心爱的 女儿 这时 我的泪水瀑布式地流了出来 我坐在床上 不能回答父亲一个字 房间里一片死寂 然后父亲站了起来 慢慢地走了出去 母亲的脸 在我的泪光中看过去 好似静静地在抽筋 藏天在上 我必是疯狂了 才会对父母说出那样的话来 我又一次明白了 我的生命 在爱我的人心中是那么的重要 我的念头 使我经过了那么多沧桑和人生的父母 几乎崩溃 在女儿面前 她们是不肯设防地 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刺伤 而我 好似只有在丈夫面前 才会那个样子 许多个夜晚 许多次午夜梦回的时候 我躲在黑暗里 思念何夕 几成疯狂 想死 像虫一样地慢慢啃着我的身体 直到我成为一个空空盲盲的大洞 夜 是那样地长 是那样地长 那么地黑 窗外的雨 是我心里的泪 永远没有滴完的一天 我总是在想喝喜 总是又在心头里自言自语 感谢上天 今日活着 今日活着的是我 痛着的 也是我 如果叫何夕来忍受这一分又一分钟的长夜 那是我万万不肯的 幸好 这些都没有轮到他 要是他像我这样地活下去 那么 我拼了命也要跟上帝争了回来 换他 失去何夕 我尚且如此 如果今天是我先走了一步 那么我的父亲母亲及何夕 又会是什么情况呢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对我的爱 让我的父母在辛劳半生之后 付出他们全部之后 再叫他们失去爱你 那么 他们的慰藉和幸福 也将完全丧失了 这样尖锐的打击 不可以由他们来承受 那是太残酷 也太不公平了 要何夕 半途折翼 强迫他失去相依为命的爱妻 即使他日后活了下去 在他的心灵上 会有怎么样的伤痕 会有什么样的烙印呢 如果因为我的消失 而使何夕的余生 再也没有一丝笑容 那么 我便更是不能死了 这些 又一些 因为我的死亡 将带给我父母及丈夫的大痛苦 大劫难 每想起来 便是不忍 不忍 不忍 又不忍 毕竟 先走的是比较幸福的 留下来的 也并不是强者 可是 在这彻心的苦 切肤的疼痛里 我仍是要说 为了爱的缘故 这永别的苦悲 还是让我 来喝下吧 我愿意 在父亲母亲 丈夫的生命圆环里 做最后离世的一个 如果我先去了 而将这份 我已尝过的苦悲 留给世上的父母 那么 我是死不瞑目的 因为 我明白了爱 而我的爱 有多深 我的牵挂和不舍 并有多长 所以 我是没有选择地 做了暂时的不死鸟 虽然我的翅膀断了 我的羽毛脱了 我也没有另一半 可以比喻 可是 那颗碎成片片的心 仍是父母的珍宝 再痛 再伤 只有他们不肯我死去 我便也不再有放弃 他们的念头 总有 总有那么一天 在超越我们时空的地方 会有六张手臂 温柔平和地 将我迎入永恒 那时候 我会又哭又笑地喊着他们 爸爸 妈妈 何夕 然后 没有回顾地 狂奔过去 这份文字 原来是为另一个题目而写的 可是 我拒绝了只有三个月受命的假想 生的艰难 心的空虚 死别时的碎心 又碎心 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 父亲 母亲 何夕 我爱你们 胜于自己的生命 请求上苍 看见我的诚心 给我在世上的时日长久 护住我父母的幸福和年岁 那么我在这份责任之下 便不再轻言消失和死亡了 何夕 你答应过的 你要在那边等我 有你这一句承诺 我便 还有一个盼望了 你太长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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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紧洒在我胸口 从我清晨走过 是你不知名的爱 你太多的泪水 之oro的泪水 我ומilid.com 从我回忆走过 我的名字 是你吉拜的温柔 是你吉拜的温柔 我不知什么是爱 往往是心中的空白 我不知什么是爱 什么是不去和未来 你抬长的忧郁 紧紧洒在我胸口 从我清晨走过 是你不知名的爱恋 你太多的泪水 轻轻掩去我天空 从我回忆走过 是你几百的温柔 我不知什么是爱 往往是心中的空白 我不知什么是爱 什么是过去和未来 我不知什么是爱 我不知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 什么是过去和未来 你太多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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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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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